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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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喜爱美食猫 今天我们做一个凉条米线 这个米线就用温水泡上 准备配菜和调料 切点黄瓜丝 切点西红柿片 配菜就用黄瓜西红柿 就够给,然后我们要重点 准备一下这个调料 调料一定要够滑,够辣,够酸 辣椒面 花椒粉 锅里倒油 加花椒 把花椒炸黑,香味炸出来 还有两样东西 小米辣和蒜泥,得备上一些 水开煮米线 大概煮一分钟就行了 煮好过凉水 一点盐,小米椒,蒜泥 花生脆,辣椒油 西红柿,黄瓜丝,香醋 两条米线搞定 开点开点 闻着这个味道啊,就非常的清爽 就是这个蒜泥的香,酸辣 黄瓜西红柿一拌 这就是夏天应该有的凉条的味道 这个是夏天的 鸡蛋 刚才有浓缩 鸡蛋 就像鸡蛋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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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吃这个还是很清爽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 我是仙安美食猫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帮忙点赞转发评论 关注一下感谢 还是老王大夫 如果你有想吃的菜 评论区留言点